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大家早安 Online的電影節目早安 我們一起來看文素記的21章 我將21章分為幾個段落 第一段落就是從第一節一直到第九節 這裡是講以色列人再學這個功課 然後從十節一直到最後 我給他的題目就是耶和華的戰記 好 我們先來看 其實我們看文素記的時候 發現文素記很有趣 其實他在寫著這一群百姓 從數點人數作為耶和華軍隊開始 整個行程就開始行進 這個行進裡面波折重重 然後兜兜轉轉 那究竟這是一個什麼的經歷呢 其實我們細心看的時候 其實文素記所記載的這件事情 好像我們的屬靈生命 神要將他的百姓帶進去應許之地 其實這個是一個得救之旅來的 就像我們這樣 我們決之順主 然後我們開始走這一條的天路 目的地就是要走到永生神的那裡 走到永生的裡面 走到神的應許當中 但是這個路途上面呢 它是波折重重 也都有很多的原因 很多的事情產生 大部分的事情都是因為我們自作自首 結果我們就在曠野那裡 不斷地去繞圈 但是從這個繞圈裡面的時候 你有看到神的恩典是重重的 當然在當中 神也有很多地方會出手教訓祂的百姓 但是總括來說 祂是恩典重重 我們這次看文數記 看到二十一章 我們都見過 讀過了 以色列無數次發怨言 止息 背叛 平息 又發怨言 又止息 不停地在這個問題上 重複 重複 又重複 但是神呢 祂是一次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去給恩典 所以其實神真的很耐誠 我們看到這一章的時候 就發覺神的EQ是極高 如果我們這種個性 是神要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話 我想一過完紅海就已經埋了單了 真的 也不用開始抗野 已經沒有後面了 第一次聽到埋怨的聲音 或者是摩西在山上領受十屆 下面已經造反的時候 哪裏還有後面呢 所以你看到神的恩典 但是也值得我們去警戒自己 去提醒自己 就是真的 其實在我們的生命裏面 我們信主 我們跟隨神的時候 都有很多的高高低低 那這些高高低低 究竟我們應該怎樣去面對 究竟這些高高低低 給我們甚麼反省呢 我們的路是越走越光明 還是我們的路是越走越艱難呢 其實以色列人 面對這麼多的艱難 只是一個原因而已 一個字就形容了 就是stubborn 即是固執 固執他們自己的看法 不懂得放下來跟隨神 好 我們來看21章 我們先看第一節到第九節 一開始的時候 他說往南地的加南人 阿拉德王 聽說以色列人從阿他林路來奏和 以色列人爭戰 老了他們幾個人 以色列人向耶穀華發怨說 你若將者民交付我手 我就把他們的成衣進行毀滅 耶穀華英穩了以色列人 把加南人交付他們 他們就把加南人和加南人的成衣進行毀滅 那地方便叫荷爾瑪 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他們因為在加南地的邊界 繞回頭 繞回頭的時候 就經過一些地方 在南地 即是在以色列的下面 下部分 這些的加南人 他們聽說以色列人 從阿他林路 這條路過來了 他們就跟以色列人爭戰 然後就老了幾個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就向神發言 如果你將這個文交給我們 我們就將他的成衣進行毀滅 其實這裡也很特別 因為以色列人其實只是過路 這些加南人的時候還未到 但是這些加南人 就偏偏選擇在這個時候 要跟以色列人爭戰 老了他們幾個人 這些就叫做自己拿來衰 即是人家都沒有 都沒有說要跟你打仗 他只是繞一個圈 在這個時候 他們竟然趁這個機會 就去跟以色列人爭戰 結果 以色列人將這一班的加南人 進數來毀滅 並且將他們的成衣毀滅 所以他們將這個地方 起了一個名字叫做 荷爾瑪 就是毀滅的意思 本來在這件事上 以色列人是打了一場漂亮的聖像 應該是值得開心慶祝的 但是這個 我們馬上看到 隨之而來是什麼 就是第四節 他們從荷爾山起行往洪海哪條路走 要繞過以東地 百姓因這路難行 心中甚是煩躁 就怨毒神和摩西說 你會為什麼把我們從埃及領出來 使我們死在曠野呢 者女沒有糧沒有水 我們的心厭惑者淡薄的食物 於是耶和斯火蛇進入百姓中間 蛇就咬他們 以色列人中死了許多 本來是剛剛經歷了一場的小勝利 應該是寬天起地的 應該是一個信心上的小春天 都應該是向上的 只不過是因為打完這場仗之後 他們要繼續前行 而且是向著這個洪海的方向 就是落回去 繞回頭 這樣走的時候要繞過以東地 為什麼要繞過以東地呢 上個星期我們讀過了 因為以東不讓他們經過他們的境界 所以他們就要繞路了 又不想跟以東爭戰 因為以東話畢竟都是兄弟 所以結果就要繞路 上個星期都說 一繞路的時候就出問題了 因為要繞過以東地 但是繞過以東地的時候 你不進入以東的境界 那麼以東的境界裡面 有建造的道路等等 就當然是好走的 那你有路不走 你要繞過它的時候 你就知道走的地勢一定不會是平坦的 一定是崎嶇的 難走的 所以在這個難行的路上面的時候 以色列人就去冤讀耶和亞和摩西 他們就因為他們心裡煩躁 因為路不容易走 所以就煩躁了 煩躁就埋怨神埋怨摩西 那麼他們一埋怨 你發覺又是那首歌 就是這個 《Back to Egypt》 這首經典流行曲又唱起了 那麼這首歌是怎麼唱的呢 他說 你為什麼將我們從埃及領出來 使我們死在曠野呢 又是這句標準台詞 他說這裏 沒有糧沒有水 我們的心 厭惡者淡薄的食物 其實前面呢 如果他們只是埋怨 說這裏路難走等等 可能都好一點的 但是人很有趣的 就是當你埋怨的時候 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會在上面加鹽 加醋 加這個加那個 路難走 你就說路難走 常常這條路很難走 很辛苦 腎下其實沒有問題的 就是神都很諒解 說不定神都會 看什麼幫助他們都不頂 或者改變 比如改變以東王的心 突然間以東王 就是拿著食物拿著水出來歡呼 歡歡喜喜地接待他 他有弟兄說 不要走那條難走的路 來這裡走這個寬敞的大道 我們招待你 其實神如果要做的話 都絕對做得到的 所以他的路難走 你去慎一下 去跟神發一下嘴 求神 其實什麼事都可能發生的 人很有趣的 我們當小朋友的時候 我們懂得這樣去嘴大人 辛苦的時候去戳 戳戳戳戳怎麼辦呢 老爸拿著你沒辦法 但你又很親口 爸爸又怎樣 抱著他 背著他 想辦法幫他解決 但是人不知為何 慢慢長大的時候 他們都沒有這些東西 就是越大越不懂得 越大就越硬正 越大就越喜歡用自己的方法 以色列人去到這個地步的時候 他們竟然沒有去求神 沒有去 只是發怨言 發怨言到最後最麻煩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在上面還要加些其他的東西出來 他說這裡沒有糧沒有水 可能都是真的 他說我們的心 厭惠者淡薄的食物 哇 這一句一出 我想如果你是神 你都受不了 這裡如果我們做家長的 做爸爸媽媽的 辛辛苦苦 每天煮菜給你吃 每天想一些很好味的東西給你 然後你兒子突然說 每餐都是吃這些 我心厭惡 媽媽你煮這些淡薄的食物 這一句一出的時候 我想媽媽的廚房裡的刀都想飛出來 所以其實一個問題就是這裡 就是當他們去埋怨的時候 其實越埋怨就越離譜 越埋怨就越過分 已經偏離了那件事起初的本質 你都可以表達 但是去到一個地步 已經將所有的東西扭曲了 然後到最後變成一個惡意的攻擊 將神的恩典好意扭曲 神已經供應馬拿等等的時候 然後你說 我討厭這些淡薄的食物 媽媽你煮的東西都是這些 很悶啊 很厭啊 很難吃啊 但是明明昨天說很好吃 吃幾碗飯 今天就說 很難吃啊 你經常煮一些垃圾給我吃 我心厭惡這些淡薄的食物 所以你就見到 當以色列人這樣去埋怨的時候 這個埋怨其實就出問題 於是耶和說 使火蛇進入百姓中間 蛇就咬他們 以色列人中死了許多 所以神的審判就臨到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這個怨毒再發展下去的時候 是一發不可收拾的 去到這樣的地步 如果再不出手阻止的時候 可能真的有人起來 拿石頭扔死摩西 然後好好蕩蕩蕩回埃及 真的 所以神也都不能不做 作出這個審判 第七節 百姓到摩西那裡住 我們怨毒耶和說和你有罪了 求你討告耶和說 叫者諧諧離開我們 於是摩西為百姓討告 那麼這些的百姓呢 每一次都是這樣的 當他們知道發現自己出事了 有問題了 有罪的時候就走來找摩西 請摩西來為他們討告 為他們來贖罪 所以也看到摩西亞倫的確是 站在百姓和神的中間 好像一個的忠寶一樣 摩西就好像照著這群五翼仔 每一次他們出問題的時候 摩西就要去善後 每次都要幫他們兜頭 這次呢 神就對摩西說 你製造一條火蛇第八尺 掛在肝子上 犯被咬的一望者蛇就必得活 摩西便製造一條銅蛇 掛在肝子上 犯被蛇咬的一望者銅蛇就活了 神就提出了一個很特別的方法 其實你發現呢 神是一個天天做紳士的神 神每一次所做的事情都不一樣 這次神就說 你去造一條火蛇掛在肝子上 凡是被咬的一望就得活了 摩西就用銅製造了這條蛇 這個是非常出名的一個聖經的故事 為什麼會這樣呢 神其實在這裏也藉著這個機會去教導以色列人 其實摩西舉蛇這件事 也是指向將來耶穌基督要被掛在木頭上的事情 所以耶穌也說過 摩西如何在抗野舉蛇 照樣人子被舉起來的時候 犯仰望的都必得救 這個蛇 這個火蛇帶來的是毀滅 帶來的是死亡 但是這個蛇所帶來的死亡 是因著什麼的緣故呢 是因為他們磅獨摩西 他們發怨言 是因為他們的罪而來的 所以罪是帶來死亡 但是神就叫摩西去造一條火蛇 掛在這個肝子上面 掛在肝子上面的意思就是掛在木頭上面 如同耶穌基督掛在這個木頭上面一樣 然後就是要造一條火蛇 就是好像耶穌取了罪人的樣式一樣 取了這個罪的樣式 他本為無罪的 然後就取了罪的樣式 好叫凡是仰望他的都必得救 其實這個一仰望就得救的時候 背後究竟那個是什麼東西呢 你想想 如果今天你被蛇咬 會不會有一件事 一望就沒事的呢 為什麼一望就會沒事 一望就會得救呢 其實那是一個信心 因為神的說話說了出來 你相信這句說話 你望見你就得救 所以這個就是 今天我們都要思想的就是 究竟我們的心 我們有沒有真的這樣去相信神的說話呢 其實是那個信心 叫他們得意志 他們相信神的說話 所以憑著這個信 一望到的時候 果然他們就得意志 就得救 飯被咬的呢 一望就得活了 摩西就於是乎 就按照神的吩咐 做了一個這樣的銅蛇 這個銅蛇呢 就非常之有名 在以色列人的歷史當中 好 好了 在這件事情上 其實神都讓以色列人 再一次的學功課 這個功課就是真的 當他們跟隨神的時候 最不要得的就是那個埋怨 因為那個埋怨 跟這個仰望銅蛇 是剛剛好是180度相反的 這個埋怨的背後 其實就是不信 是吧 望銅蛇得意志背後的是信心 但是埋怨呢 背後就是不信 當我們跟隨神的時候 我們心裏面如果是有不信 產生這個抱怨埋怨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脫了個大隊 當我們脫了大隊的時候 其實就危險了 其實以色列人每一次這樣去脫隊的時候 如果不是神的恩典 夾回來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很牙煙的 你想想這一幫的以色列人 就是我們用邏輯來想想 他們之所以在這個曠野 可以無村無難 其實就是因為神在這裡 是因為雲柱火柱在他們當中 神在這裡親自地保護他們 如果他們埋怨到一個地步 神都頂不信 神是忽袖而去的話 那就大件事了 世維這些列國 怎麼會放過他們呢 是不是 你要明白就是 以色列人他們出埃及在這個曠野裡的時候 他們不是一群窮光彈來的 因為他們把埃及很多東西都拿了 你想想 加南亞附近的強國 這群柔木民族烏合之眾 新來做奴隸 四百年都圍奴的 沒有人打過仗的 這群人又帶著這麼多埃及的財富在當中 誰不想救他們呢 再加上新仇舊恨 Kitty Clark一堆的東西 還有一件事很奇怪的 就是他們說 我們回埃及 我們回埃及 你想想 你殺了人家全埃及的長子 降完拾災 然後打劫他們 把他們的錢拿走 然後你現在告訴他們 你回頭 有時候我們都會想 你想想 你會有好日子過嗎 如果我是法老王 那時候我沒有辦法 因為你的神太厲害了 降了十災下來 連我的大兒子也被你遷就 然後你打劫我 整副身家被你拿去 我追追追追追到天腳底的時候 一個紅海把我所有的士兵染了下去 我沒有辦法 那只有一趟頭嘴嘴 眼淚淚灰溜溜地 回到自己的地方 自己重建 自己再儲錢 現在如果你告訴我們 那些傢伙在曠野 兜兜兜兜兜 兜兜完一輪之後 說要回來了 你以為你是法老 你會怎樣對付他呢 那這個故事其實告訴我們 我們人是很有趣的 我們領受了救恩 我們得救了 我們走一條新的道路 根據神 走走走走走的時候 我們竟然想回到世界 竟然想走回那條舊路 覺得舊路舒服一點 我們每個人都試過有這樣的掙扎 但我們忘記了這件事 就是我們離開的舊路 離開的舊世界 是在惡者的手下 是在仇敵的手中 神用大量大力把我們拯救了出來 我們今天想回頭的時候 你以為你還會有好日子過嗎 以前在埃及的時候 你遺奴的時候 法老王心情靚靚的時候 都找些東西聰明你 他開心的時候 都給你一些東西 你就記住這些東西 你就覺得很享受 很開心、很好 但你忘記了 你已經打劫完 他們就回到出去 你再回來的時候 你覺得以後還有賞賜嗎 是變了的了 麻煩我們應該要聰明一點 現實一點 我們離開了這個世界 走這條信仰的道路 走這條永生的道路 走著走著 我們想回頭的時候 世界不會再像以前一樣 有那麼多的好東西來哄你 其實以前那些好東西都是哄你的 最終的目的都是奴役你而已 這個就是讓你圍奴 是不是 但是當你再回頭的時候 他不會再哄你的了 他反而會咒你 因為 你重新落在我的手中了 身受救亨 一招清算 所以你就看到 其實以色列人 必須要學懂這個功課 這次他們在抗野裡面 這個火蛇的這件事件 其實也讓他們再一次反省 其實他們不應該再次失卻信心 來抱怨 他們也都應該要滅住了 回埃及的這條路 或者這一個的想法 否則的時候 其實是很大件事的 這個就是以色列人 一直要學的功課 其實這個也是我們很多 我們要學的功課 我們在天路上 經常掙扎掙扎掙扎 我們經常都想回頭 但是這個是一個危險的想法 我們不如快快 絕了這個念頭 好好的跟隨神 其實跟隨神 才會有運行的 好 我們看第二個大段落 耶穌華的戰記 第十節一直到最後 以色列人起行安迎在阿伯 又從阿伯起行安迎在 這個的以爺阿巴林 從摩押相對的抗野向日出之地 從哪裏起行安迎在薩裂谷 從哪裏起行安迎在阿亂河那邊 這阿亂河是在抗野 從阿摩利的境界流出的 原來阿亂河是摩押的境界 那些邊界 在摩押和阿摩利人的雜界的地方 所以而我們的戰記上說 蘇法的哈伯 與阿亂河的谷 並向阿爾城縱谷的下坡 是靠近摩亞的境界 以色列人從哪裏起行 到了了比爾 從前也說 吩咐摩西樹招聚百姓 我好吸他們水渴 說的就是這井 當時以色列人唱歌說 井啊湧上水來 你們要歌唱這井是首領和民眾的尊貴人 用歸用帳所畫所掘的 以色列人從曠野往馬他拿去 從馬他拿到拿哈列 從拿哈列到巴末 又從巴末到了摩押的谷 又下到望曠野 知彼斯加的山頂 以色列人在曠野火蛇的事件之後 其實走到很多地方 這些地方 神都將他一一記錄下來 並且神稱為以色列的戰記 耶穫華的戰記 其實以色列人這樣走這個圈的時候 為什麼神會將他 稱為耶穫華的戰記呢 其實就是剛才我說的 就是以色列人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他們在曠野這樣繞圈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被身邊無數的敵人圍繞 有看得見的 亦都有看不見的 但他們可以一路的平安 是因為神在他們當中保護著他們 所以其實他們所走的每一個地方 所到的每一個地方 都是一場的爭戰 他們所到的每一個地方 神的約櫃帶著他們 神的同坐降臨在那個地方 所以其實他們每走到的一個地方 都將那裡上空的屬靈氣氛改變 都將那個屬靈的領域 來完全改變過來 只要他們不是陷在罪裏面 只要他們真的跟著耶穫華去走的時候 所以這個所到之處 其實都是一些德性的地方 他們所到的地方 所走過的地方 表面上好像甚麼都沒有做 其實就是神不停地 勝過那個地方上空的一切的權勢 和魔軍 所以這個就成為了這個搖滑的戰記 甚至他們走過的地方 的名稱都一一一來到記錄下來 最後他們這一小段 最後就走到這個叫做比爾的地方 就是從前摩西吩咐出水的地方 所以當年以色列人在這裏曾經作過一首歌 歌中這個井 他說井啊湧上水來 你們要向這井歌唱 這個井是甚麼意思呢 這個水是甚麼意思呢 因為當年百姓走到這裏的時候 喉乾蝕醋沒有水喝 但是神就讓這個井湧出水來 解決他們的口渴的問題 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恩典之井 他們走到那裏如果沒有水 以色列都知道的了 如果沒有水的話 我們根本連生存都有問題 所以這個也是救恩的泉源 這個是恩典之井 是救恩的泉源 他們曾經在這裏 大大的向神的恩典 來歌唱、去讚美 那今天的問題就是 我們有沒有常常去紀念呢 因為其實這個地方 他們曾經來過甚麼 今天再回來 再回來的時候 他們就想起這首歌 再重唱這首歌 所以你看到這段路也很諷刺 以色列人是唱兩首歌的 是吧 剛才我前面也說過了 他們唱第一首歌是甚麼呢 就是這個埋怨之歌 是吧 這個埋怨之歌一唱起的時候 帶來的就是審判 就是就座 就是死亡 但是他們也有時候 但是他們也有時候 這次這個位 他們回到比爾的時候 他們就唱起這首的救恩之歌 這首恩典之歌 所以其實我們都是徘徊在這兩首經典金曲裡面 但是你看到兩個的結局 就完全的截然不同 是吧 所以其實這個也都是教導我們 我們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走天國的道路的時候 我們要常常唱感恩之歌 恩典之歌 因為這首歌越唱就越高昂 越唱就越得勝 在這首歌的當中 唱著這首歌的時候 我們所寫下來的 就是耶穫雅德勝的戰記 所以原來是哪一首歌 決定我們進入哪一個的結局 或者哪一個的情況裡面 所以以色列人在這個地方 就再一次回想這一段的恩典 重新的再感恩 我們的感恩其實都是這樣的 我們很多時候可以重新去數算 神的恩典 這件事就讓我想起 就是我們舞堂充滿創意的師母 充滿創意的師母 就是突然間 今期又有一種新創意 我和Royta都佩服得不得了 我們都覺得實在太精彩了 有一天他開我們族長的小組的時候 他就說 你們有沒有發現 教會越來越大了 你身邊的人越來越多了 差不多每天都有人生日 我們就說是 是 是 然後他說我們的群組也都無數 所以你差不多每天都要跟別人說 Happy Birthday 有時還是同一天不止一個 然後大家都很重視 所以我們都會跟別人說生日快樂 然後寫一兩句祝福的話 本來是很好的 但寫著寫著你會發現很寒貨 因為寫著寫著不知道寫甚麼好 因為現在又會不停地寫 每天寫幾個… 每天寫著寫著寫著 那個你也開始覺得有點慈窮 寫著寫著就發覺好像好 kayak 有些寒貨 那樣沒有甚麼感覺 就是說感覺很薄藥 沒有什麼溫度 那樣 突然間師母就發明了一件事 他很有趣 他說我們所有的族長從今年開始 那個生日的人要說一個故事 要拿一件東西回來跟大家分享 說甚麼故事呢?拿甚麼回來呢? 或者那件事要拍照放到群組裡 大家就可以按照那個故事來回應 那件事是甚麼來的呢? 就是你要找一件事 代表或是見證你生命當中最低的低處 這件事很特別 我們通常在生日的時候 就想一些最開心的東西 但是師母這個動作很特別 那我們的族長就來了 即是真的到生日的 其中有一個族長 我不告訴你是誰 他突然間把照片放出來 那張照片就是一包煙 有一個相架框住了 我們每個人都爭吵了甚麼事呢? 然後他寫了一段東西出來的時候 他說原來他未信主之前 曾經有一段時間是煙不離手的煙文 所以那個相框是他的朋友送給他的 簡直就拿了一包煙和一枝小煙 就用玻璃夾著表成了一個相框送給他 因為他真的是他們當中出名的煙文 他就回想這一段生命低谷的情況之下 神如何在這個位置來拯救他 他如何經歷神的恩典 在每個人都不看好的情況之下 藉著神的恩典他戒了煙 所以他就將這件事說出來的時候 大家就很有反應了 我從來都不知道原來你以前是這樣的 還沒聽過這個故事 但當我們在生命中 回想我們最低的地方 如何去蒙神的恩典的時候 其實那是一個感恩 我們聽完這個故事之後 祝福他的生日快樂 很自然 你也很有感覺 大家就不停地寫一些東西 就想想不到你 今天真的這樣 大家的回應就很熱烈 而且你會發現你終於不用生日快樂 原主的面光光照你 這些比較沒有溫度的東西 就不需要再出 你真的可以 而且你突然間對對方 好像很深了的了解一樣 我就覺得這件事真的很特別 還有很有感覺 其實我說甚麼呢 就是當以色列人去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其實它重新回復回 看回自己曾經經歷神的恩典的地方 重新再去感恩 其實我們都是一樣 我們的心路歷程 我們的淑靈生命向前走著走著的時候 時不時我們要回到我們的低點 來去感恩 時不時為到我們過去曾經經歷神的恩典 來去感恩 當我們能夠這樣不斷地回想過去的恩典 然後去感恩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讓我們的淑靈生命 常常站在一個高位 其實是反過來的 我們以為我們很厲害的時候 就是我們最危險的時候 但是我們上上紀念我們的低處 上上紀念神是怎樣去拯救我們的時候 反而讓我們持續在一個安全 在一個高的地方 這樣來跟隨神 好 所以看到他們 當他們能夠這樣回到原點感恩的時候 下面發生的是什麼事呢 就是二十一節到尾了 他們就起來跟著神了 這樣發生什麼事呢 二十一節 以色列人猜獻使者去見阿摩利人的王西宏書 求你用我們從你的地經過 我們不偏入田野和葡萄園 也不賀井裡的水子走大道 直到過了你的境界 西魂不容 以色列人從他的境界經過 就招聚他的眾民出來到曠野 要攻擊以色列人 到了雅澤與以色列人爭戰 以色列人用刀殺了他 得了他的地 從雅鸾河直到雅伯河 直到雅門人的境界 因為雅門人的境界多有堅侶 以色列人奪取這一切的成一 也住雅摩利人的成一 就是希什本與希什本的一切鄉村 希什本是雅摩利王西宏的京城 西宏曾與摩鴨的先王爭戰 從他手中奪取了全地 直到雅鸾河 所以那些作詩歌的說 我們先看到這裡 以色列人在比爾這個地方 重新數算神的感恩 接著他們跟著神一路往前走 竟然在這個時候 阿摩利人的王西宏 就不容讓他們經過 其實他們又是跟他們說 可不可以借過路 借你的境界經過 因為摩西可能都明白 他們繞過以東地的時候 一繞路那段路一難走的時候 就出問題了 百姓就發怨言了 所以摩西就跟西宏說 可不可以讓我們經過 最多我們不攪你的葡萄園 我們不喝你的水 因為其實 其實本來 這個摩利王 就是西宏的地 都不是以色列人想奪取的 他們的目的地 是加南地 所以他們本來想著真是過境 也都沒有想過要怎樣 誰知道西宏反而反過來 要出來跟以色列人爭戰 但是我想西宏選錯了時機 以色列人剛剛學了這個功課 在一片的感恩當中的時候 當他們這樣出來 要跟以色列人爭戰的時候 以色列人就大大的殺敗他們 將他們一切的成衣都奪取 甚至連西宏都被以色列人殺了 其實這個西宏是很厲害的 這個西宏和後面 我們所讀到的這個樂 其實他們都是巨人 所以其實他們是非常勇武有力的 但是在神的同在當中 這些巨人都倒下 甚至27節尾的時候 其他作詩歌的人 就作了一首歌來紀念這件事 你們來到希什本 願西宏的城被修造被建立 為什麼要被修造被建立呢 因為西宏的城都被以色列人毀滅 28節就講到這一段 以色列人怎麼做呢 因為有火從希什本發出 有火焰出於西宏的城 燒盡摩亞的 的阿爾和亞亂河丘坦的祭司 摩亞你們有禍了 基姆的文雅你們逃亡了 基姆的男子賓徒女子秘魯 交付阿摩利的王西宏 我們卸了他們 希什本直到底本進階毀滅 我們使地變為方祥 直到羅法 者羅法直言到米底巴 因為這個地方其實以前不是西宏的 他是從摩亞的手中將它搶奪過來的 所以他們就作這首的詩歌出來 紀念這一件事情 31節他說 這樣以色列人就住在阿摩利人之地 摩西打法人去規探亞赫 以色列人就佔了亞赫的鎮市 趕出那裡的阿摩利人 所以以色列人就在這一場的戰役裡面 大大的得盛 並且霸了這些地方 奪了這些地方 然後去到33節他說 以色列人轉回 其實他們也不會在那個地方停留 因為神其實最後的目的地是應許之地 所以神就帶著他們轉回 繼續他們的行程 他們就向巴山去 巴山王岳和他的眾民都出來 在以德來與他們交戰 也會說對摩西說 不要怕他 不要怕他 因我以將他和他的眾民 並他的地 都交在你手中 你要代他將從前往 稀實本的阿摩利王西宏一般 於是他們殺了他和他的眾子 並他的眾民 沒有留下一個 就得了他的地 他們轉回的時候 向巴山的時候 巴山王岳和他的眾民都出來 要跟他們交戰 這個巴山王岳 就是比西宏更加強大的 亦都是巨人的族類 所以他們以話不說 就是出來要和以色列人爭戰 因為他們是好戰之民 亦都從來不懼怕 因為個個都是身材高大 這個高大是什麼呢 就是其實這個巴山王岳 他的高度 甚至有些傳說 就是這個巴山王岳的高度 比哥里亞更高 還要比哥里亞高一個頭都不定 所以你可以想像的挺恐怖 他下面的文都是這種巨人 他們出來要和以色列人爭戰 所以神就跟他說 不要怕他 因為我已經將他和他的眾民 並他的地都交在你的手中 你要代他像從前對西宏一樣 神就鼓勵以色列人不需要怕 因為我已經將他們交在你的手中 你看到嗎 以色列人好像脫胎換骨一樣 是不是 當他們原來不埋怨 他們懂得回到他們曾經經歷神的地方 去感恩唱起這個井水之歌的時候 你見到他們大有能力 西宏和惡都不是很對付的王 但是聖經好像輕描淡寫 不費吹灰之力 用手指背好就已經搞定了他 這個就是神要以色列人所學的功課 這個為什麼會叫做耶華戰記 就是這個原因 是因為神帶領他們 當神在他們當中的時候 當他們唱起救恩之歌 當他們唱起感恩之歌的時候 他們就得勝 並且勝過這些巨人 今天我們都要反省我們的生命 在我們的生命裡 我們看到巨人的時候 我們看到環境 不如我們所想像的時候 究竟我們唱的是《Back to Egypt》這一首的埋怨金曲 還是我們所唱的是這個感恩讚美之歌 原來我們唱的歌不同 結果是完全不同的 當他們唱起這一首感恩讚美之歌的時候 這些巨人都在他們的面前倒下 這些巨人之地都被他們淺達 被他們所得 願主都幫助我們 每一個人我們的信心 今天我們要在神的面前 唱的是哪一首歌 選擇在我們 在我們的手中 唱不同的歌 有不同的結局 讓我們一起起來 在神的面前 唱這一首感恩之歌 唱這一首得勝之歌 Amen 好 弟兄姊妹 讓我們來到神的面前 用一個感恩的心 北宮 Chiaz . 冪 Later 年的歌技 跳在 bikes裡面 祝我们世俗里的子民 愁去杀天父的心 我们要珍惜你父神 也要看见父心 我们呼求你阿爸父 写烈的宝座在这里 你比真眼看着耳随天 封住民的呼吸 万面都有赖尖摆地 拥有救主你的生命 付善这些全能的全荒 我们欢迎你 祝我们同心在你面前 一道高宣仇里面 我们全离我所有的恶心 单单定义跟随你 祝我们国家是属于你 求你来卷管全地 愿你来怜悯一知皆地 荣耀在此掌灵 我们呼求你阿爸父 舍利的宝座在这里 你比真眼看着耳随天 封住民的呼吸 旁边都要来尽拜你 拥有告知你的生命 呼吸 不寻这些全能的君王 我们欢迎你 祝我们同心在你面前 一道高宣仇里面 我们全离我所有的恶心 单单定义跟随你 祝我们国家是属于你 求你来卷管全地 愿你来怜悯一知皆地 荣耀在此掌灵 我们呼求你阿爸父 舍利的宝座在这里 地的真眼看着耳随天 奉住民的呼吸 旁边都要来尽拜你 拥有高宣仇里 拥有高宣仇里的神明 拥有高宣仇里的宝座在这里 你的真眼看着耳随天 奉住民的呼吸 拥有高宣仇里的宝座在这里 拥有高宣仇里的宝座在这里 我们呼求你阿爸父 我们呼求你阿爸父 天晴白日 marsh年拜你 拥有高宣仇里的宝座在这里 拥有高宣仇里的宝座在这里 阻山座在这里 交宣仇里的宝座在这里 弱地拿着厚那天 我们al生的宝座在这里 祝我们多谢赞美你 神啊你是福兴全地的君王 祝我们来赞美你 在今天这个早晨 神啊你再一次再一次提醒我们 得性之路 得性之路 是一个感恩的道路 弟兄姐妹 可不我们为着神 每一天每一天的清晨 透过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 我们一起开声来赞美他 赞美神的一份提醒 赞美神看重我们每一个的生命 祂希望我们进入得性的里面 我们来赞美他 祝福我们今次赞美你 神啊多谢你每一天的提醒 在我们的里面 多谢你 多谢你透过每一天的神徒 透过你的话语 去到让我们再一次更新在你的当中 祝我多谢赞美 祝我多谢赞美你 神啊我们多谢赞美你 多谢你的话语 每一天每一天 临在我们的当中 多谢你每一天拖大我们每一个 好叫我们的人生不再在这个路途里面 在困难里面兜圈 却是踏上你的得性之路 祝我多谢赞美你 打印姐妹在今天文数据的21章里面 再一次见到两个不同人生的取决 一个就是以色列人 回到去到埋怨的里面 再一次在这个路途里面去埋怨神 今天再一次神问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没有好像一群以色列人一样呢 有没有在我们的困局里面 或者有没有一些的东西 经常性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生 在我们的属灵旅途里面不住的发生 就是困难埋怨 再面对困难再一次埋怨呢 昨天过完淑罪日的正日 今天神再一次提醒我们 要离开这些埋怨 离开我们生命重重复复的困难 好吗 弟兄姊妹 这一刻我们一起来回想我们的生命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会不会有一些东西 好像以色列人一样 永远都在困局里面去到兜转 面对艰难 我们又再一次在埋怨 神啊 没有粮没有水啊 我有奸起这些淡薄的食物呢 会不会在我们生命里面 其实有些的问题 经常性重复 让我们离开神呢 好吗 在今天的早上 我们先来再一次 省拆我们的自己 我们求神再一次的 来拿走这些我们生命里面的软弱 拿走这些埋怨的声音 好吗 我们一起来开声 如果你知道 有哪些东西在你的生命里面 经常性反复出现 让你的属灵 生命走落低谷 我们就跟神说 神啊 帮助我 这个是我的软弱 这个是我的软弱 求神帮我们 拿走这份软弱 会不会经济艰难的时候 我们就抱怨呢 会不会在人际困难的时候 我们就抱怨离开神呢 会不会是工作忙碌 我就离开神呢 会不会面对福祉上面 特别是我们的同工们 我们自己 面对福祉上面的不如意 或者是根本不是 我们真的很想做的 我们就抱怨远远神呢 觉得神关了我们的门呢 我们会不会尝尝就在这个困局里面去转 被情绪去困扰 经常愤怒 经常情绪低落 经常抱怨 经常论断呢 我们开声 开声 跟神去救 祝自己 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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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我们每一个的圆弱 祝我们不愿意 再在这个亢野里面兜圈 祝我们不愿意 再在这个罪里面兜圈 主我们更加不愿意 在你的道路上面 我们就是这样兜圈 我们的属灵生命就停滞不前 神啊 求你今天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主你听见我们的软弱 你听见我们的武力 主你就来帮助我们 当我在祷告的时候 我见到耶稣的十家 我听到就说 孩子 我的十家已经树立在你们的当中 我已经用我的生命 来成为你们的拯救 当你软弱的时候 定征在我的十家上面 我的十家是被高高举起的 只要你们抬头仰望 就必然看见我的救恩 在你的面前 离开你们的软弱 离开你们不信和怀疑 抬头仰望我的十家 你会发现我的恩典 尝尝在你的身边 尝尝在你的身边 孩子不要定征在你的困难 仰望我的十家 在你的心命里面 不再唱这个埋怨的苦歌 却是抬头 唱这个恩典的歌 因为我的恩典 在你们的里面 弟兄姊妹 以色列人能够离开这个抱怨 能够争战得胜 甚至占星 阿摩利人这个黄西黄 巴山黄岳 是因为他们唱起救恩的歌 他们的生命再一次回到他 感恩赞美的里面 他们的生命就从埋怨得胜 今天在我们的里面 过了那些埋怨 已经离开我们了 今天我们就要仰望神的十家 再一次去讲一份的救恩 好吗 这一刻 刚刚牧师在分享的时候 是说 张师母怎样叫我们生日的时候 回望我们的低点 然后去到数算感恩 其实 这个就是我们得胜的方法秘诀 好吗 这一刻我想请我们的弟兄姊妹 我们的同工 在现场的有我们的同工们 在弟兄姊妹 你在家里面 好吗 我们都立刻去做 我们就立时起堪 我们去回应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一个最低的位 那个位是什么 然后我们就从那个位 回想我们的今天 我们就在当中 发出最大的感恩 好吗 我请在我们当中的同工们 我们两个两个 我们可以去分享 在我们现场的 我们可以这样分享 而在家中的弟兄姊妹 我鼓励你 拿起你的电话 可以在秘望录里面 打出来 跟神讲 神啊 这个是我人生最低的位 我的位是什么 然后我们从那个位 来发出感恩 好吗 现在是分享的时间 好吗 我们把握机会 我们去数据这些的恩典 好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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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啊 神啊 有你真好 当你刚刚一路分享的时候 或者当自己回想的时候 就是你心里面 就会唱起赞美之歌 唱起这个感恩之歌 发现我们的生命 都是恩典而来的 是吗 当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就起飞了 我们的生命就可以 我们的巨人 我们一起来起床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恩典的歌 我们的生命就会唱这首恩典的歌 都是祝福 一步有一步 这是人的之路 你爱你受 叫我紧紧抓住 一步有一步 这是奔案之路 你爱你受 牵引我救着人生路 一步有一步 这是奔案之路 你爱你受 叫我紧紧抓住 一步有一步 这是奔案之路 你爱你受 千一抹就着人生路 我们一起举起手来唱 一步有一步 这是奔案之路 你爱你受 叫我紧紧抓住 一步有一步 只是奔案之路 你爱你受 你爱你受 千一抹就着人生路 哈 Hallelujah 主耶稣 我们多谢你 多谢你透过 有文素记二十一章对我们的生命来说话 主啊 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 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去领受你的教导 主啊 的确我们的眼目 我们容易看世界 看艰难 忘记聚焦在你的恩典上面 抱怨 容易 感恩难 主 但是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 呼求你的恩典 调转我们的眼目 让我们尚尚定征在你的恩典上面 你带你我们所走的路 全部都是恩典之路 我们人生每一个片段 画高山 画低谷 走过的岁月 回头一看 全是恩典 主 求你把这个心态放在我们的里面 帮助我们的生命 在你的里面可以突破再突破 主 今天你在文素记二十一章告诉我们 当以色列人再唱赞美歌的时候 他们的生命就得胜再得胜 两场的战役 两场的得胜 得胜再得胜 巨人在他们的面前 都不能够阻挡他们的前进 主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用信心来领受 当我们在心底里面数算恩典 唱起感恩赞美之歌的时候 让我们的生命都经历得胜再得胜 你节目我们一起举起手来领受祝福 我奉耶稣基督的灵 求主的灵大大的充满我们每一个 主 祝你让我这一首感恩的诗歌 尚在我们心中向你 主 祝你让我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 感恩再感恩 歌颂再歌颂 赞美再赞美 当我们这样来到赞美的时候 让我们的赞美升空的时候 主 祝你让我们经历得胜再得胜 我奉耶稣的命斥责在弟兄姊妹身上 一起把握恶的灵 一起这个西魂背后的权势 都从弟兄姊妹身上完全的离开 当我们赞美的时候 主 祝你让我们生命里面一起的巨人 都应声的土地 画在我们的经济 画在我们的人世关系 画在我们的夫妻关系 在我们生命里面 一起抢断我们 压制我们的巨人 当我们响起赞美的歌声的时候 这一切的艰难 都要完全的离开 都要应声的倒地 主 我们多谢你 多谢你对我们的教导 愿主你继续的帮助我们 让我们所有弟姐妹 都常常高唱赞美歌 让我们得胜再得胜 主 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感谢主 我们的神徒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多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